西周青铜器 西周青铜器的概念是很方泛的 包括青铜锂器 乐器 酒器 还有兵器 还有车马器 兵器是青铜器的一类 这个兵器在当时 我们从现在的考古资料里面看到 很多的西周墓葬里面都出现过兵器 兵器的种类也是比较多 那么通过祭祀 可以加深宗族之间的贵族之间的联系 加深他们的薛缘纽带的这种关系 使他们的贵族和贵族之间不至于 过多少代以后 相互之间感到 突然关系疏远 这个对他们的国家统治是特别有利的 所以祭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打仗 我们在看西周那段历史 打仗是特别常见的 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由于中共的任意 互足之间把他战斗 战争的规模不一定很大 但是绝对很平凡 所以后人在历史文献里面就提到 国之大事 宅思与人 对那段时期的历史进行了一个很简单的阐述 就是打仗和祭祀贯穿了那个时期我家的历史 如果让我推荐的话 我还是推荐有一种 就是 就像那个我一样 我那种兵器 那个兵器 它当然是没有名文的 那么咱们前面的 有很多老专家 文物界的老师 就像我们罗老师 他们经过研究以后 认为这个兵器 可能是后来文献里面提到的我 因为这个器物它是 后面带有三个可以穿那个木柄的孔 穷孔 那么这个孔 如果兵器属于长杆兵器 很长的杆 把这个兵器如果穿起来的话 它前面是一种锯齿形的那种样子 既可以砍 就是如果长杆兵器打起来的话 既可以砍 也可以来回的巨鸽 罗老师对这个兵器的研究认为 就是这个可能是我第一人称 咱们汉语里面第一人称的这个我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器物 因为穿了杆以后 穿了木柄以后 这个和我这个字是特别像的 可能是象形字 咱们已经不能 agreed with use 这个战争了 可以看见 我们下期贸的时间 再次见 我们下期贸的时间 含有的时间 алось